蒜子鞭花 蒜子鞭花这道菜肴是由香菜的厨师创制的 改变了过去用干牛鞭的传统做法 造型美观,口感效果更好 选用的原料有蒜瓣50克 牛鞭500克 味精2克,精盐2克,白糖5克 湿淀粉 酱油20克,料酒50克 蒜子鞭花在制作时 牛鞭从中间破开 切成梳子花刀 雪鞭花大 雪鞭花大 Zither Harp 边花入废水锅中焯水 焯透水将边花捞出 锅上火淋入少量底油 放入蒜瓣 用小火把蒜瓣炒黄 加清汤 酱油 料酒 精盐 味精 还有白糖 倒入边花 大火烧开 转小火微靠 至汤汁浓少时 淋入水淀粉勾芡 芡融化后 淋明油 离火装盘 制作的关键是 鲜牛鞭要多次出水处理 除去腥骚味 以小火微靠去熟烂 它的特点是 色泽红润 软烂可口 酱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